好的,那先跟在場的所有的媒體朋友先打聲招呼吧 哈囉,所有的媒體大哥大姐們還有粉絲們台後人會拍嗎? 你們好,我們是 白酒,是姊姊Miko 我是妹妹Yumi 好的,今天其實距離上一次跟媒體見面 應該不能講是九年了 已經是跟這群媒體大哥們大姐們一起共識有九年了 包含你的粉絲朋友們 那要不要先講一講就是你們出道九年的心情 唉 先來個叹氣 長大了 沒有,就其實在大家的眼皮下就是看著我們長大 真的,從未成年到成年到中年 到中年啊,這麼嚴重 對,一直在不停的長大這樣子 對,其實不只耶,粉絲朋友有很多是 他們在很小的時候你們是看著他們長大的 對,然後有些人可能就已經結婚有孩子了 對 然後我們還在嘗試演這樣子 了解,那這樣九年走過來有沒有什麼想要感謝的事情 我覺得當然感謝非常非常多 從我們剛開始跑活動到現在 嗯 跟著我們九年的粉絲們 然後其實自己也知道說就是有很多不曉得的事情 其實也有被遮掩掉 然後我們自己都不知道啦 對,然後就知道你們所受的委屈啊 其實我們都會知道 然後就算可能信任的人 就是身邊的人 就是身邊的人有一些可能鬼詐的技巧這樣子 那我覺得總有一天會水落石頭這樣子 對,所以呢我覺得從今以後呢 就是我也不允許任何人去欺負你們 哇 真的是 真的是粉絲 你們真的把他們當家人的方式來去對待 我覺得尤其是傷害我們很在乎的人 我一定會就是為他們拼出 就是不佛或是可能像是會打破 掌聲來一下 對不對 哇塞 所以我真的是有家人的情緒 好像粉絲跟你們一附走過來 對,像家人啊是真的這樣子 因為真的我跟姊姊就是 從十五歲到現在也是離鄉背景 然後直接去場試 然後身邊也沒有家人在身邊 就是真的只有對方 回到家看到對方的臉 出門又看到對方的臉 就是處處都看到對方的臉 就是照鏡子的感覺 對,對 對 好,那這一次也剛剛講到就是說 你們這麼愛護的粉絲朋友啊 那這一次也是特別回台灣 要跟他們一起度過對不對 是的,是的 因為我們每次回到台北都會爭取機會 爭取時間跟大家一起度過 因為真的就是時間非常少 我們也是很少住在台北的 對,然後其實我們還是會有一段時間 我們也會回到台北 畢竟是我們第二段假嘛 對,就是我們一休假 或者是可能一有空的時候 我們就會回台北 就是想辦法去做一個活動啊 跟大家一起聚一下 對,趁機私下就像有一兩天的時間 像說有這個時間就是可以分享給 就是我們的粉絲們 對,然後自己去買雞排 什麼都無所謂 好的,那既然這樣講到 剛剛已經講完粉絲的部分 我們接著要講講你們對彼此了 九年有沒有對彼此 有沒有一些感謝的話要說 其實像我啊 我跟妹妹個性很不一樣 然後我可能會比較 怎麼說比較少話吧 所以可是有時候少話就是因為 把所有的心情可能都會壓印在心裡 所以可能都沒有跟妹妹說 可是我覺得你不用跟我說 從眼神就看得出來 所以有時候姊姊不用說 你現在怎麼了 然後我就知道她在想什麼 喔,果然是連心 對,一個眼神 妹妹的一個眼神就夠了 OK 那妹妹有沒有對姊姊的感謝 我覺得姊姊一直在包容我 雖然我有時候有點調皮 然後我就是長腦式這樣子 然後她還是很包容我 然後還是很抱我這樣子 可是沒有關係 我們就互相就是 就是有不養的一個角色 是 像有時候姊姊生命 我就當一個護士的角色 好,變小護士 那姊姊當校長的角色 所以為什麼會抽校長 因為很多東西 很多那種大局面 姊姊都會把它hold住 對 所以我會讓她 她責任可能會稍微大一點 了解 了解 好的 那這樣我們都聽到姊妹倆的感情 真的相當好 也是這樣 互相的扶持在演藝界 也有九年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先讓她們展現一下 她們的好感情跟好默契 我們先讓媒體大哥拍個照 好 有 OK 然後我們視線先從左手邊開始看起 好,再慢慢轉到中間 好的,再回到我們的右手邊 好,右手邊 來,右手邊 好,再慢慢轉中間 好,再來左手邊 好,左手邊 右手邊 好,右手邊 好,左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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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粉絲朋友 待會兒我們等一下有時間讓她們拍個夠 好 好,左手邊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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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實在是非常愛你們的 中間 好 現在有一樓又開始進行百兔杯攝影大賽的活動 好,正中間 好 OK 好的 用手邊 好 用手邊 好 用手邊 好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為了慶祝百兔出道九中年